小程序的首页 我们可以再把它换成 原来的index页面 打开app叫json 找到pages 把这个page index index 移到最上面 然后回到内容的详情页面 这个unload方法里面的ID的值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原来的options下面的ID 内容列表在加载内容的时候 会显示一个动画小图标 我可以再去预览一下 这个内容的详情页面 打开一个项目 数据加载以后 会去显示这个文章内容 在内容详情页面 加载数据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显示一个 加载动画的小图标 现在页面上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数据 名字是isLoading 先让它等于true 然后找到unload里面的 wxrequest成功回调 请求完成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isLoading的值 设置成false 打开首页的试图文件 再打开首页的试图文件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导入这个spinner试图的 这行代码 把它粘贴在 详情页面的试图文件上 再去复制一下 使用这个 母版的这行代码 也把它放在 这个详情页面的试图上 再去阅览一下 现在详情页面 加载内容的时候 也会去显示一个 加载动画的小图标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内容里边页面 向下滚动 会加载新的内容 继续滚动